你平常不会开场吗 开场 开场就是一两分钟的时候 对啊 人家说这个 对啊 我会怕 游嘎恰恰 欢迎来到国立台湾图书馆录制的 有间疗愈师乔宜家恰恰恰 我是你的乌家疗愈师恰恰 在节目里 我会和你分享 半月图书馆 主题书籍有关的 瑜伽观点 疗愈动作 还有瑜伽小学堂 请跟着我一起抢瑜伽 小编你常常需要在图书馆办活动 要主持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心里会有点小紧张 然后怕说错话 怕大家给你的反应吗 其实 诶 这样可以讲吗 其实我没有在管片份 我只是想要 赶快讲话 赶快下台 那蛮好的 你很有界限就对 很有界限 就是我其实是个 可以在百人台上示范教学 那也曾经可以在万人台上做示范 但其实看得出来 我下课时有人群恐惧吗 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在人类图中我是个能量场很封闭的显示者 我除了在工作中学习之外 在太多人的环境中 尤其像是演唱会啊 或者是很热闹的地方 我会感受到极大的不舒服 所以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在工作场合时 我不会让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下班后 我没有那个工作的角色 我会感受到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些是在七年前 我去内观中心 禁语十天后 我拿到手机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满满的讯息 而我哭了 但不是因为拿到手机很感动 而是我发现 当我看到手机讯息时 我有很严重的恐慌 我也才慢慢的发现到 我这个的情况已经很久了 我也才开始学习 如何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从小我是一个很超前部署 有社交距离的人 我不喜欢跟大家有肢体的接触 包含像现在啊 我在家中客厅 尤其是早上七点前 晚上七点后 就是我所谓的下班时间 我的家人他是不太能靠近我的 可能要隔两个座位以上 那在某方面啊 我其实我很佩服 我妈妈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 当他看我太近时 我就会把手默默的 比一个拨开的手势 让他默默的坐离远一点的地方 不是不爱他 而是我知道我很需要 我自己的空间与能量场 你也会这样吗 你也是一个需要 有自己空间的人吗 还是你像我的妈妈 跟我的小弟弟一样 需要学时都黏在一起 才会感受到温暖被爱的感觉 也因为我自己是需要 很大安全距离的人 所以我自己当时在教学 初期当助教时 我几乎很崩溃 很大的挑战是因为 要去碰住那些同学 我不知道该重合下手 所以常常在当助教的 一个半小时时间 我就会盯着学生 到底要摸 不摸 要调整 不调整 我们内心就一直在思考 思考完 准备要下手时 啊 老师换动作了 下个老师在 停呼吸的时间时 我又在开始思考 到底要调 不调 要摸 不摸 要碰哪里 不碰哪里 好 然后整场 一个半小时过了 我始终站在原地 然后半个人都没有碰到 那在我的老师 一次次的带领下 与公通下 我才慢慢开始 可以在教课时 去碰学生 会到刚刚一开始 提到我在内观中心时 我感受到好自在 因为我一进去时 我们的手机 就是需要被收起来 那也无法跟大家 交流沟通讲话 所以我是不需要社交 我只要好好的 回到我自己 关心我自己 做好我自己 现在该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其实像前阵子 三级 疫情时 虽然很担忧 疫情 收入 等等的 但我的内心 某方面 觉得 嗯 蛮舒服的 我在家 躲起来 躲好 躲满 好好的充电 我也在这段期间 听到了好多老师 跟我分享 大家终于可以 好好的 回到自己 跟自己相处 尤其像我的工作 是个分享者 每堂课至少都会遇到 10个到40个左右的学生 一天下来都是要面对 好几百人 那我们大多会因为教学 所以我们上课时要太多 注意外在的事物 例如我讲话的指令 例如音响的大小声 例如灯光 所有的环境的状态 还有学生的动作 还有学生的身体感受 种种的事情 而很有趣的事情是 下课大家都会找我们聊天分享 回家后还会讯息我们 所以常常啊 半夜都还会有讯息进来 那如果这时候没有给自己一个界限 那真的会觉得身心非常的疲惫 过往有次 同学9点半下课后 他就一直找机会跟我分享瑜伽 或者是他生活的大小事 到了11点 他还不肯放我回家 那也有次 下午4点下课 我边打扫教室 同学就边跟着我说着他的生活大小事 6点多了 我已经打扫好 要去用餐了 他还跟我说他要跟我一起吃饭 边继续聊天 那讲着讲着 都已经到晚上11点50分了 直到我说我的捷运末班车要来不及了 他才肯放我走 天哪 当那时候的我不太会拒绝别人 我也不想说话 我也找不到其他的理由 于是我只好让我自己不断的被榨干 导致我很失衡 那那次那关中心后 我才知道我自己需要一个界限 所以很感谢我当时 开始给自己了一条界限后 像现在同学们很有趣 在讯息当中都会跟我说 我先忙 没有回他们 我忘记回他们不用担心 也不要一直都回他们 或者是要我早点睡觉 早点静坐 让我好好保有我自己 大家常常有听到一句话就是 人生就像面镜子 你怎么看待自己 别人就怎么看待你 一开始我听到时 我还很半信半疑 这些年我开始给自己有些界限 有些原则 懂得保护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时 发现的事情是 这些人 无形当中 对我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 我开始尊重我自己后 大家无形当中也很尊重包容我 所以不妨你也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你有什么需要的界限 不要害怕去拒绝 不要害怕说不 除了会找到更平衡的自己外 一切也会慢慢的轻盈放松起来 会有更好的发生 我们今天的瑜伽练习会需要来到坐姿 所以我们可以坐在瑜伽垫上 床上或者是地板上 让我们臀部做好之后 双膝盖弯曲 交张踩地 先让手放在臀部两侧 据感觉身体是保持稳定的状态 接下来让我们的左手 从左膝盖下方 大小腿中间穿进来 先去摸到右脚脚踝 慢慢的把右脚脚踝 往左臀部的方向拉靠近 所以你的右脚脚踝会穿过你的 左膝盖下方来到左臀的旁边 现在保持左脚持续是踩好在地板的 右膝盖会慢慢的倒向 你的左脚踝旁边的地板上 右脚脚跟会靠在我们的左臀旁边 接下来用右手抓到我们的左脚脚踝 让我们的左脚脚踝来到我们的右臀外侧 所以现在我们的左脚是在上方的 右脚是在下方的 双脚很靠近臀部的位置 双膝盖也会重叠在地板 检查一下我们的臀是可以坐稳的 有需要可以稍微左右调整一下 我们的脚的位置 现在会感受到我们的左臀后侧跟外侧 酸酸紧紧的 如果宽很紧绷 左膝盖无法靠近右膝盖也没关系 就保持停留在这里 一样都有伸展到我们的左臀 如果还想加伸来到第二个阶段 保持臀部做好 慢慢地将我们的双手向前 想迎而适要往前走 会开始加伸臀部的感受与伸展 甚至我们的下腰下背部 也会有伸展的感受 很酸就停留在这里 或者是将我们的双手往回走一点 看像要再来到第三个阶段的同学 可以将双手手肘弯曲靠近地板 不要为了做动作 不要为了做动作而让我们的臀部离开地板 一样停留在这里 甚至可以将我们的双手再往前走一点 试试看让我们的额头贴到地板上 停留在这里 这个动作除了伸展之外 同时我们所有的感官也会往内 现在的动作感受起来好像有点卷曲 很像胎儿时期 我们回到妈妈子宫的感受 会是很有安全感 保护自己的感觉 在这里我们的感官也都会往内收射 稍微停留几个深呼吸 每次吸气脊椎在延伸 每次吐气臀在坐稳 慢慢地我们上半身带回来 双脚往前伸直动一动 感受一下现在身体左右两边的不同 有时候我们只做完了单边 除了左臀会比较放松之外 还会明显感受到我们 甚至左脚稍微有变长一点了 因为我们的血液又开始在流动了 慢慢地我们要准备换边了 一样将双膝盖弯曲 脚掌踩地 这次让我们的右手从右膝盖下方 来到我们的大小腿中间穿进来 来摸到我们的左脚脚踝 把左脚脚踝往右臀方向靠近 现在保持右脚掌一样是踩在地板的 左膝盖会慢慢地倒向右脚踝旁边的地板上 左脚脚跟确实会是在我们的右臀旁边 接下来将我们的左手抓到右脚脚踝 将右脚脚踝来到左臀旁边 一样有放松延展到我们的右臀 一样想加深来到第二个阶段的话 就将我们的臀部保持做好 双手像婴儿式一样顺着往前延伸 会更加深我们的臀腿的感觉 一样很酸就停留在这里 或将我们的双手往回走一点 还想要再来到第三个阶段的同学 可以将双手手肘弯曲靠近地板 记得不要为了做动作而让臀部离开地板哦 一样稍微停留在这里 甚至双手可以再往前走一点 让我们的额头靠近地板 下巴靠近我们的膝盖 停在这里去感觉我们的感官持续地往内 去感觉我们很有安全感地把自己卷在一起 只要专注在这里 回到自己身体的感受还有呼吸就好 在这里深深地吸气 深深地吐气 再次深吸 慢慢地深吐气 慢慢地将我们的双手收回来回到臀肋两侧 脚往前伸直再次动一动 稍微感受一下两边现在身体的差异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冥想的练习 那我们今天会先来到舒服的坐姿 学行准备好 接下来冥想练习啊 会像哈利伯特一样有个神奇隐形的斗篷一样 会是很好保护我们的神奇魔法 慢慢地找到舒服的坐姿之后 在这里我们先把眼睛闭上 深深深地吸气 将气吸饱 吸足 深长缓慢地吐气 再一次深深地吸气 深长缓慢地吐气 现在感觉我们好像来到了一处神秘秘境的魔法森林 里面有一个很白净的能量瀑布 我们慢慢地走到这个能量瀑布下方坐了下来 我们感受到这个能量瀑布的水 从头到脚 冲刷着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沉浸在这个白净的能量瀑布当中 洗刷我们全身的肌肉 皮肤 血液 细胞 骨骼 都满满地被白净能量瀑布给覆盖 因为洗刷 而不断地照亮我们全身的细胞 跟血液 身体好像有魔法一样 全身由内而外因为冲刷 而感受到浸透 好像感觉身体越来越轻盈 越来越透明 仿佛就像披上哈利波特隐形斗篷一样 非常的沉浸 非常的沉浸 慢慢地经过能量瀑布的冲刷 除了我们的身体现在非常的透进之外 也感觉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发光 越来越光亮 仿佛就像光球一样 感觉现在是非常饱满的能量 身心也是非常自由自在跟放松的 我们不断透过这些白晶的瀑布洗刷 我们感觉到是受到被保护的 慢慢地这些白晶能量瀑布的洗刷 仿佛形成了很厚实 很温暖 很坚固的保护层包围着我们 持续地在这里深深的吸气 感觉我们的保护层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有力量 慢慢地深吐气 不断地将这股力量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再去深深的吸气 我们是非常安全非常稳定的 深深的吐气 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发生 现在这个白色的保护层 它会不断地陪伴及守护着我们的每一天 带入到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所以当你有觉得有需要被保护时 有需要设立界限时 来做这个冥想 它会让我们感觉到被保护 被支持 被陪伴 是很有安全的 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就到这里 瑜伽小学堂 恰恰恰 刚刚老师说的一些动作 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常常练习 有可能身体会变柔软吗 柔软度的确会透过我们不断地练习 肌肉其实它就像上皮筋一样 它是可以慢慢地被延展开来的 所以很多的学生 尤其是越僵硬紧绷的人 他其实每周有练习一次 那很快的他进步 是非常有感的 就像我身边很多的 就是运动校队的人 大家就觉得说 运动校队一定都很柔软 但像我有两个国中跟高中生 他们的身体比例就是 下半身是7 上半是3 3-7比 就是非常 很像模特儿的那种 很好的比例 可是他们在前弯的时候 因为脚太长了 上半身太短 他就很难 大概只有到膝盖的位置 腿太长了是一种困扰 对对对 就前弯不容易 然后后来他就做 四次之后 就是上个礼拜 他就突然 很不可思议的 我摸到地板了 真的 对 所以其实这种事件太多了 柔软度没有很好 真的慢慢的练习 身体会越来越柔软的 那我实际上有些人 他就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他的筋骨可能会发出一点 咔咔咔 好像机器没有上游 如果是在膝盖 有可能 因为像我之前是 上集好像也有分享到 就是在阿鱼维达当中 就是我们的按摩 其实他会在膝关节的时候 用一些油 按摩油 他是已经有稍微微波过 有一点点温度 但不会到烫 然后按摩者他就会 放在手掌心 然后慢慢的覆盖在我们膝盖 那那时候我在印度被按的时候 就觉得 我的膝盖有润滑液 陷入 然后他就稍微就是有点像 我们所谓的 不会像 硬度按摩 他就只是去帮助 有吸收到我们身体里 那手掌之后 我就觉得 那阵子我的膝盖 跟很多的关节 活动度跟反应 都会比平常更好 有被上过油了 对 更润滑的 那老师 那个油 可以用炒菜的吗 那要到身体里头 所以还是建议 是以按摩油为主 就像是橄榄油 甜杏仁油 这些 对 杏仁油 或者是 椰子油要看 就是 还是要看它的成分 那炒菜的油 我是还没有这样 可能 弄一弄 加热 就肚子饿了吧 因为家庭主妇嘛 就是炒菜的油 随手拿来 弄一下这样 分子应该比较不一样 哦 应该是这样 那老师请问一下 如果我静坐冥想啊 没有办法静下心 你知道 工作压力很大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忙进入状况 像我自己 我会是听音档的静心 可能会听一些 很自然的白噪音 那也或者是 直接听音档的冥想音道 那其实就会发现 你把氛围音乐条 对了 你就会慢慢可以 进入状况 或者是像有些会 点一些香氛啊 或弄一些精油 其实就是 让我们会慢慢的 静下心来 的确环境很重要 但我们还是强烈推荐 听我们的 巧瑜伽 恰恰恰 谢谢 刚刚老师分享啊 就是老师不喜欢 靠很近嘛 那老师是不是觉得 会有不安全感 坐捷运的时候怎么办 因为有连几 大家都会靠很近 您不喜欢靠很近 还是因为不想 跟对方说话 我上我的时候 脸会很臭 但绝对不是 我大牌 应该是说 上演唱会 上捷运 上下班 真的人很多 所以如果可以 我会尽量 避开那样的环境 因为不是说 不喜欢的一些人 是因为那时候 比如说上下班 大家很急着 要去上班的时候 能量床 是很急很躁的 而我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我到里头的时候 会觉得 很多很急很躁的能量 会压着我 会很不舒服 所以其实 不见得要靠我太近 其实那个 气场太长 我就会已经有点 不舒服的感受了 那老师 如果这样的话 那在脉轮来说 是哪一个脉轮师 很需要加强 我那时候一开始 其实我被很要求 练习我的海底轮 因为海底轮 是跟生存有关的 就像非洲啊 或战士 他们很多脚踏地板 就是为了要战斗求生存 跟大地连结的 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 我做了很多 就是跟接地气啊 去公园走啊 或者是尽可能 跟环境大自然 有关的练习 我的确会比较好 像我那时候练习 去幽人神鼓 我练习过 一阵子是去 像几鼓课 大鼓打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跟 我们的海底轮有关 所以其实我自己 听的音乐都是 偏一些有节奏鼓声 很分明的音乐 我会觉得相对的 我就有慢慢的扎根 有安全感 就像大地一样 不断的往下 就不会有那个 不舒服感 那老师 你在公园走的时候 是不是在刺脚啊 感觉比较接地气 很有趣 在阿域达来说啊 像我们这种 不接地气的人 我们的触感 是很敏锐的 所以像我 其实是没办法 刺脚踩在土地上的 会怎样 会很不舒服啊 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其实像很多人 就说 我高中是员艺科 大家就很不相信 因为我其实 我真的就没办法 刺脚在草地上 就是湿湿年年的泥巴上 除了拍照 跟教课 不舒服是 内心感觉 全身就是不舒服 就像有些人 他可能在一个空间当中 他有幽闭恐惧症之类的 就是我会有极大的不舒服感 沙地那种 沙滩上 我都会穿那种 就是夹脚脱或什么的 那种凉鞋 去那边就是要脱鞋逐浪啊 泼来泼去啊 太浪漫了 对啊 夕阳要下山这样子 脚踩泥土上那种感觉 真是自由奔放啊 这是小编自己的想法 请问老师啊 要如何设立界限 可以做我们刚刚的 冥想练习的引导 就是因为老师 刚刚有提到自己的分享嘛 怎么让他们知道说 你不想再聊天了 或者是有事什么的 首先我会根据我自己的状况 大部分时间 如果我没有办法 我就会说我等一下有事 或者是我就要先离开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 很明确的告诉人家 对 界限在哪里 界限在哪里 对 就是会直接告诉人家说 我等一下几点要走 就是我会提前 maybe十分钟告诉他说 我等一下就十分钟之后就要走 不论是老师或者是每个角色 比如说像妈妈也好啊 就像任何的主管也好 其实我觉得都要去 设立界限 尤其像我们现在 现在的社会 很多都是像 SOHO族 或者是居家办公 也或者是像我们 就是分享者 没有一向你们 表定的 打卡下班时间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那就变得你要很知道 就是几点不要再回讯息啊 或者是 你可以去调成误容模式啊 适时的进入飞航模式 对 我觉得这反而是更尊重自己 因为 一样有一个很好的能量状态 你才可以跟人家分享到的是 对它或许有帮助的 不然就只是两个失衡的人 一直在那失衡而已 今天老师教的 我觉得有一些动作 让我的屁股 得到非常舒服的舒缓 像有些瑜伽动作啊 我是感觉身体会更轻松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家 多多试试看 今天的 恰恰恰恰恰就到这咯 Namaste Namaste 感谢你在百忙当中 还愿意花时间来收听 并陪伴自己练习 别忘了帮我们平分 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 寻求一些内心平静的时刻 也欢迎你将你的心得分享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Namaste Namaste